我们首先来看它的症状 从腰到腿 麻 疼 脏 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考虑到腰部的一个重点 腰大肌 然后还有下肢的重点 犁状肌 然后最重点呢 是我们的腰椎单化扎法 这是我们会员课里面的专想内容 最后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腰大肌 腰大肌呢 它起于腰椎体的侧面 还有横秃 还有椎间盘 它向下呢 是指于鼓鼓小钻子 鼓鼓小钻子 如果腰大肌损伤以后呢 它就会引起腰部的不舒服 你看尤其是在腰部 这么垂直下来 这个腰的旁边 甚至呢能够到臀部 还有呢 可能引起大腿前方 下肢的症状 还有的呢 能够引起生殖系统的症状 它还能够引起后痒的时候 腰痛 翻身的时候痛 咳嗽的时候痛 那是急性损伤 会引起这些症状 那么腰大肌 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我们可以从后方 找到111 151的肌突 然后我们在肌突旁 去找比较明显的压痛点 结结 调索 然后我们用0.4乘25的正针 我们去点刺 点刺到皮下的筋膜层就可以 然后提插几下 出针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呢 从前方处理 这种方法呢 更安全 效果更好 我们可以先找到复古钩 在复古钩中点的这个位置 我们向下 我们去找股东脉 找股东脉的目的呢 是为了避开它 找到股东脉 在股东脉向外 旁开大概两厘米的位置 我们可以用0.5乘75的原力针 我们去直刺 或者是向着小钻子的方向去刺 然后可以刺的深一些 提插几下 出针就可以了 这样就把腰大肌给放松下来了 再来看一下 状状肌 状状肌 它的起点呢 是第二到第四底椎的前面的底前孔的两侧 然后它向外 止于鼓鼓搭栓子 如果状肌损伤以后呢 它会引起下肢的症状 因为它有可能会卡牙到股股神经 它的这个疼痛 还有感觉异常呢 可以发生于腰部 腹股钩 会因取臀部 宽部 大腿和足后部 还有的呢 排便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直肠的疼痛 然后它的症状呢 可于坐位 长时间 宽部区区 内收 内旋 或者是活动以后 加肿 此外呢 患者还有可能会主诉 下肢的疼痛啊 肿胀啊 性功能障碍 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状肌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处理方法呢 我们处理大钻子 我们先找到大钻子 然后在大钻子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十字 这个内上 这半圈 这半圈正好是力撞击 从这里下来的这个指点 我们在这一圈呢 去找比较明显的压上点 接接 调锁 然后我们用0.4 乘25的认针 然后去点次 点次到皮下就可以 提杀几下 出针把这些调锁节节 都给它松开 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们用原力针 0.5乘75的原力针 我们在它的基辅上 我们用原力针去直刺 然后可以刺的深一些 这样能够扎到它的基辅 有可能呢 你会扎到作骨神经 会产生麻一下的感觉 那个没问题 我们只要不往里面注射这些药物 它就不会对神经造成损伤 提杀几下 出针就可以了 这是立状剂的处理方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我们的处理以后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它感觉轻松极了 你看它走路的时候呢 也比之前要有力气了 用我们减零七针 去治疗这些糖